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五個字 港股怎麼辦 講講港股的大小 今天的小小真的差到絕 早段雖然都升過下幾十點 不過很快就升變跌 上本場已經300點沒有了 誰知道下半場跌幅越來越大 跌越多 全日跌618點 收224 成交還增加到1627億 今天的市貨幣 騰訊也是其中一隻拖的市貨幣 跌10元 不過百分比來說不算多 2.7% 其他科技股更恐怖 包括這隻信羽 12% 真是西非禮 瑞星也不差得很遠 都下跌7% 科技股 帶來其他強勢股 汽車 內險 都有錄得驚人的跌幅 令市今天跌回六百多點 有人形容為一個小股災 好 好了 說完市的情況 後市怎麼看呢 昨天我節目預測 市都比這麼麻煩 用牙煙兩個字形容 誰知道今天 不止牙煙 跌到出煙 有些糯糯的味 這樣跌下去 有人想撈底 有人又怕怕地 究竟怎麼搞呢 初步看 我自己覺得後市 可能仍然要繼續沉底 為甚麼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昨天提到 換馬的情況 可能仍然繼續下去 換馬的意思 就是資金由科技股撤出 去買其他股份 為甚麼未完 因為見到納斯達克之數 還未有足夠的跌幅 納斯達克之數未跌夠 港股跌到這樣 所以港股可能要繼續再跌 不出奇 昨天只不過提到 納斯達克之數 上次一個調整 去到一百天線 現在仍然跟一百天線 有一段距離 所以納斯達克之數 又有可能繼續整固 整固情況之下 香港的科技股 以至整體大市 可能會繼續受累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就是美匯指數轉强 看到了 突破下降軌 為甚麼美匯指數轉强 其實跟納斯達克之數 會繼續調整的原因 都是一樣 就是稅改引申出來的問題 其中一個大家說得比較多的 就是稅改之後 估計很多海外企業 美國在海外有業務 那些錢放在海外的 就會撤回去 即是板支回潮 令到資金 撤出海外市場 就回去美國 情況之下 就對美元的匯價有利 所以美匯指數 這幾天來說 是比較強勢的 突破下降軌 通常美匯指數強 對新興市場的股市 不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這也是來淡了港股 更加重要的第三個原因 就是 都是跟稅改有關 大家說著說著 擔心稅改之後 可能美國經濟的增長力度 比之前更加強勁 其一 其二可能稅改之後 令到企業增加投資 國民增加消費 搞著搞著 令到美國通脹 就會上了去 大家現在這樣猜 因為之前一直通脹很低迷 所以美國聯儲局 不用特別加得很快 慢慢慢慢加都可以 現在大家擔心 不是這樣的情況 通脹可能因著稅改的情況 是加快上升 所以可能美國聯儲局 都會加息 加得快些 密些 現在最新的盤口說到 預期明年可能加五次 當然整個故事就不同了 所以三個文官的利膽因素 仍然存在 估計仍然困擾港股的大市 繼續沉低機會大 單從文官形勢說 而事實上 看回港股自己本身 至於司馬跡 亦都顯示 淡友會繼續發功 第一 就是今天 看到大行不再能夠 主導股價以至大市走勢 意思就是 之前大行唱好 通常股價就馬上升 但是一兩天就不是有這種情況 大行雖然唱好 譬如騰訊 大行仍然會維持四百多元 通常是四百五十元左右 目標價仍然說唱好 但是騰訊並不受惠 以至起棲股也是 唱好起棲股 起棲股反而聲音 大行威力不再顯示 事底存入了 第二個就是看看 國指已經率先跌破一百天線 看到了 周一一一六二一百天線失手 後市很有可能繼續沉底 向下 測試前浪底的支持 國指繼續遠 恆指當然 向下的機會都是增加 加上很多重磅的股股 剛才提到 走勢是影真惡劣 包括 看順羽 一百天線都穿了 瑞星也是 也有可能繼續向下沉底 譬如瑞星 這個重要之潮是 已經去到一百二十二 之中有排 順羽也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估計恆新指數會順勢拖下去 現在初步看 恆新指數 測試一百天線 以及昨天的說法 機會很大 一百天線 但守不守到 可能都未必守得好 要進入這個 密集區 最底部就是這個 戰爪指著的地方 去測試支持 繼續沉底 所以大家 就算想鬧仔 都不用這麼急 可以再等一等 好了 時間關係 分析大戰多 多謝大家